好 主人你那邊OK嗎 好 主人你那邊OK嗎 好 歡迎來到飛碟聯播網南台灣之聲FM03.9 歡迎收聽滴滴的異想世界 我是滴滴包子妹某主題 哈囉歡迎聽眾朋友們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11月12 好那今天呢我邀請到又是我們的小玉文 哈囉我又來了 對就是上一次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的那個菜鳥保險經驗的玉文 那今天呢我是想要來跟大家聊聊關於感情的事情 呃 玉文我想問一下在感情之中 你有遇過就是讓你覺得另外一半很常在問你 讓你覺得很煩的問題嗎 我覺得你問錯人了 怎麼說 因為你根本沒有另外一半存在 對 那那你可以講看就是 玉文這麼的 玉文真的是很漂亮又很高挑 那我想問一下那有沒有 那你可以分享追你的人嗎 追我的 就是追你的時候就讓你覺得很煩耶 我覺得很煩這個問題應該是取決於你到 你喜不喜歡這男生 因為如果你喜歡的男生 所以他對你做什麼你都不會覺得他煩 可是你不喜歡這男生 做什麼都會讓你覺得煩 就是有時候做太太過了就會覺得很煩 我要分享一個 好 他是接送 一直接送你 嗯 對可能就是之前我出去玩他就晚上會來接我回家 那我覺得這都還好 他有一次惹怒我的天 是我去喝茶 就是跟朋友去喝茶 很健康的喝茶 對就是卡菲娜喝茶 喔 然後因為他住的地方非常遠 離那個地方非常遠 然後喝茶的地方就在我家附近而已 嗯 就大概就是坐車10到15分鐘會到 就是蠻近的 可是他家可能到喝茶的地方要30分鐘 那我就覺得說我就自己坐車回家就好了 他就一直堅持要載我 所以你人物的點是 他從他家要來咖啡那接你30分鐘讓你生氣 沒有我就覺得說 太刻意 就是我可以自己坐車啊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如果是沒有 嗯 就是沒有要繼續發展啊還是什麼的 我會覺得說幹嘛 就是不要麻煩人家 對 欸我覺得因為我講到一個很重點的話欸 就是有的時候 女生真的會想要跟這個人發展的時候 才會想去麻煩他 嗯 對才會想去找他 然後真的沒有的時候其實 會覺得自己什麼都可以 對 嗯 那還有嗎 還有就是讓你覺得 還有 有 我很不喜歡人家問我 啊我有遇過一個 嗯 他就是說什麼 你 有辦法交往之後 不跟男生出去單獨吃飯嗎 因為我是算是男生朋友跟我蠻好的 嗯 所以我很多男生朋友 可是我那些男生朋友真的就是只是朋友 雙弟 對然後我就覺得吃飯 單獨吃飯 就是有沒有怎樣 對 你覺得如果有一個男生跟你說 你可以交往之後 不跟男生出去單獨吃飯 你可以接受嗎 可是如果我有真的很好的男生 就是真的很好的那種 兄弟朋友的話 沒有感情的 我可能會直接說耶 我說可是我跟誰誰誰很好耶 我直接這樣啊 他說可是可是我不能接受啊 那可能還是要看你有多喜歡那個人 嗯 像這種問題我就會覺得 你可以不要問我一些我做不到的事嗎 其實也是蠻煩的 真的像是我跟張就是某人 喔喔 對 就是真的已經從小到大都一起玩 就是他連我爸媽就是都見過那種 嗯 那怎麼可能不跟他出去啊 對這種話我會覺得 而且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嗯 很有讓你覺得很煩的嗎 我 什麼時候要回家 你說你在外面的時候然後他問你說 你什麼時候才要回家 對 欸我們語文很酷耶 聽眾朋友們有覺得嗎 通常都是女生在問男生說 欸你今天要回家 什麼時候要回家 可是是你被問 嗯 對然後還有你可不可以不要出去 你要去哪裡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出去玩啊 那你會怎麼會啊 嗯 我覺得很多現在大部分的男生就覺得說 愛玩的女生可能就是很亂 嗯 嗯 就大家對夜店的認知可能就會覺得說 去夜店的女生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 其實更多綠茶錶是不去夜店的 哈哈哈哈 對而且 對 我們是真的就是 只是去聽音樂 然後跟朋友在一起 沒有在亂搞男女關係 也不是 也不是真的喝了酒就是 一直跟人家回去睡覺 對 對啊那我又覺得說我真的就是跟我的好朋友 而且我們又不是去什麼舞池啊 就是要勾引男生的 嗯嗯嗯 我去都穿T恤 對 雖然是我沒化妝欸 嗯 如果說沒化妝 就直接進去欸 這樣子像是要進去亂搞男女關係 是嗎 是嗎 不過真的是進去玩的啊 對 啊 就會有男生就會一直問 你可不可以不要 再說去玩什麼的 我就會覺得 嗯 嗯 干你什麼事 嗯 對 嗯 是我的話我也會這麼覺得 還有呢 你有遇過情緒勒索的人嗎 情緒勒索 有 就是 怎麼講 他會就是 容易 就是講那種 讓你覺得壓力很大的字眼 我很不喜歡人家這樣子對我 就是 你在不接電話 你就要失去我了 那種 哦 對 我覺得算是欸 就你什麼不敢 你就會失去我了 你確定 你確定嗎 好啊 以後不要做朋友啦 對這種會讓人家就覺得壓力非常的大 嗯 可是我覺得 很多人都會犯 這種 這種問題 可是其實這些問題就是 女生也會犯的欸 對 女生也會犯 好 那我想問一下 蛤 那你 你可以回想一下 在你曾經有 另外一半的時候 你有當過煩人的人嗎 有啊 剛剛說你 你被煩欸 我超煩 你超煩 那你不要回想一下就是 你曾經有煩過 你會問怎樣的問題嗎 你會問關於前女友的事嗎 我 我不會欸 喔你不會嗎 因為我不敢問 為什麼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你要講你就講 可是你不想講的話 就 也不用刻意講 喔 對 那你說你很煩的臉是 你會問 有關於神一樣很煩的 嗯 你很愛我嗎 你今天沒說愛我 喔 你會 你會講這個喔 嗯 我說可是你今天沒說愛我欸 嗯 你是不愛我了 嗯 因為我有做一份就是在網路上面調查的 這個 好像就是網友說有好幾個問題是讓大家覺得很煩的 嗯 第十名就是 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欸 那你會問這個嗎 分手的原因 其實你問我這不準啊 因為我沒交過幾個男朋友 所以 欸可是這個問題我超愛問欸 我我我我完全 你們知道嗎 這十個 這十個訊息 這十個討人宴的問題 我大概會問五個欸 跟前男友分手的原因 跟前女友分手的原因 欸就是你們怎麼會分手啊 可是這個我我很愛問欸 因為我想要知道說 什麼樣的問題才會導致 你們這一段感情分手 可是我覺得我不會刻意去問欸 就是正好 譬如說有講到的時候才會問 我覺得這問題男生也很愛問啊 對怎麼會分手 對啊 啊你跟他怎麼會分手 對啊因為你不覺得我要知道你們怎麼會分手 我才知道說 那 是什麼樣的問題嗎 嗯 對啊 所以原來這個是 會令人討人厭啊 那我在無形之中 變成一個討人厭的人 對 可是這問題我覺得大家都會問 因為每個人都會想知道他跟前男友 為什麼會分手啊 對啊 對 還有就是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喜歡我 你會問這個嗎 為什麼喜歡我 喔 嗯 這個喔 你有你有你有沒有問過 我好像也沒有問過耶 也沒有問過 也沒有問過 為什麼喜歡我 我好像也有耶 這兩個我就已經中了 好我們先介紹一首歌 呃 張遠的嘉賓 為什麼喜歡我 欸我完全就是 這兩個我都會問耶 可是為什麼喜歡我 我通常會在 呃 可能要在一起之後 我才會問 就是 對 反正我還是有問耶 可是我就覺得問這種問題感覺很 很做 嗯 為什麼喜歡我 你是應該交過一陣子之後才更想知道 對對對 就是一陣子之後可能聊天 你是一陣子之後可能聊天 對對對 欸我有一個 但是我真的會就是可能在一起陣子以後 然後可能才會問 然後在聊天的時候 你知道我前男友講過一句多誇張的話 因為他那時候Pick 他跟他朋友講說一個是水一個是火 一個熱情一個溫暖 一個熱情一個溫柔 你要我怎麼選呢 哦 真的欸 他很酷欸 他很酷欸 沒有他跟他朋友講 那你怎麼會知道 你也知道 胸 男生的胸弟情是不可靠 對 我們這邊還是有在錄製喔 對 沒有他應該不會看 對啦我也會覺得 所以他其實他原則上 他只想想騎人之爐 他在問自己講解法 對我覺得是 就是他說他 我可以找一個金主 然後也可以找一個顧家的私底 知道你的意思嗎 嗯 然後我也可以找一個就是可以跟我一個安穩的 對 對啊 那我金錢無語的人嗎 那你要我怎麼選 對你要我怎麼選 對啊 一個女生這麼溫柔 一個那麼的 一個熱情一個溫柔 那你要我怎麼選呢 這麼選 而且他還說一個是水一個是火 他好會形容喔 他說一個是水一個是水 所以他是渣 他超渣的啊 那你猜我是水還是火 你應該是火吧 我是水 你是水嗎 你是水 你是水 那應該有沒有看過你火的一面 欸有欸 你怎麼都沒有 欸你沒有說愛我 真的欸 對啊 今天就是你今天還沒說愛我 可是我覺得那一句 怎麼講 如果是在熱戀的時候 我覺得對方應該會討厭不掉吧 不會不會不會 我也覺得不會欸 就是熱戀的時候 但是如果說他交叉更 就是已經穩定了 我已經是老夫老妻了 就是已經敲望很久 男生他就會開始很不耐煩 對 就男生這樣 對啊 男生千萬不可以這樣 沒有男生這樣 你到底解決方法 方法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找下一個 喔 很有道理 我就不會反你了 對啊 對啊 所以女生煩你的時候 你要珍惜好不好 當我們不煩的時候 你們就要小心囉 對 如果你不想我煩 就直接說 我直接去找下一個煩的人 完了 不小心偷偷自己雜女 沒有 你一定就是快速滴落 對 沒有 因為我真的這麼覺得 其實很多人都說 女生身上有一種貓性欸 就是 女生在 愛你的時候就會黏你 就會想要一直 就是 真的其實簡單來 就是會很想要一直黏著你啊 找你什麼的 可是如果你要他把這一點拿掉 那就是要 不愛你啊 對啊 對啊 其實真的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身邊有些女生朋友 就是他們男朋友在 很 囂張的時候 我就會說沒關係 我教你 我就去找下一個好了 他的病就會好了 他囂張病就好了 真的 真的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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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後來有一天 你為什麼一直在情緒都說 呵呵呵 呵呵呵 你說後來我們跟男生講嗎 對 對 真的 就是 女生在黏你的時候 你真的要珍惜 嗯 其實是因為有人講說 是因為男生 他雄心 是需要獵取 他最喜歡獵物的感覺 其實我也這麼覺得耶 其實我也這麼覺得耶 因為他沒有念到時候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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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這樣子覺得耶 就是他會 就是男生其實也不喜歡太容易 其實男生朋友 你們是也不喜歡 太容易得到的 就是喜歡 真福感 男生都喜歡真福感 對 而且我覺得我身邊有些男生 其實不喜歡 太溫柔的女生耶 真的有耶 真的有 然後我就太溫柔了 不是這個笑是什麼意思 我很不滿意耶 有啦 玉文真的算是 比較溫柔的人 嗯嗯 沒有他因為你溫柔 所以後來他放了 還是你放進他 啊後來就是爆出 他有兩個女朋友 所以就拜拜囉 對 玉文就不理他了 但是我身邊真的有男生 是不喜歡 很溫柔的女生耶 這個是真的 他喜 沒有可是 他就是喜歡被控制 對不對 對我覺得有些男生是喜歡被控制 然後喜歡 可以管動他的女生 可是 可是有些男生又 不能被控 又不能被控制耶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看 嗯 對 而且像我就是 下次請欣欣王子老師 對 真的耶 看一下怎麼回事 那是誰 欣欣王子老師 就是欣座老師 對 對 像我就是有那種 反社會人格的個性 那為什麼你這樣 就自己認定 真的 沒有因為 因為我跟我妹的好像都會這樣 就是 好 我們 對 我們進電台聊好了 我等一下跟 聽眾朋友們聊一下 有一些女生有一些病 就像我這種 不能被管 不能被管 不能被管耶 對 好第二段 歡迎回到弟弟的異想世界 我是弟弟包子妹 某志祺 好 我想先跟聽眾朋友們分享一下 有一些女生就是 有一些人 就是有反社會人格 例如我 你知道反社會人格是怎麼樣嗎 好就是呢 例如說 有一次就是我跟小貝一起上那個人類圖的時候 小貝那時候說 像我跟小貝都是三五人 那時候我覺得很準 因為小貝說像我們這種人就是 帶了一點反社會人格 就是 例如說今天 我去 呃 我去去城市逛了十分鐘好了 然後可能我的男朋友 在門口等我 然後他可能就會打來問我說 欸 你還好嗎 他說你怎麼會 就是他可能會這種反諷的方式說 欸你在裡面很安全吧 就是怎麼會這麼久 對 然後你知道 可能有些女生就會覺得說 喔好那我馬上出去 欸可是我不是欸 我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覺得我很久嗎 好你覺得我很久的話 那我覺得更久 就是 你如果 你如果是好好的跟我講的話 我就會覺得喔好 那我會馬上出去 可是 不要諷刺 對 你就是而且是 你不要管我 就是要逛多久 我自己知道 如果我太久我就會出去 但是你如果這樣跟我講話的話 我就會覺得 嗯好啊 那我就再多逛十分鐘喔 可是其實 其實我不會真的再多逛十分鐘啦 但是我會故意講 我會說 你這樣的話我會再多逛十分鐘喔 對 可是其實我的行為真的不會這麼做啊 對 你會 欸你會像這樣子嗎 郁文 我好像我不喜歡人家控制我 對 我覺得我們也 我們本質上都是 叫你不要出門 你就會說 那我今天就一定要出門 我如果聽到這句話 抱歉 我今天一定會出門 我一定要出門 對 我就算就是跑出去外面 待一小時我也覺得很快樂 因為你今天叫我不要出門 對 我也是耶 對 就是你今天叫我不要出去玩 我今天就一定要出去玩 可是你 可是 有時候就是我們會自發性的 喔好啦 我現在 那我可能就是不要出門比較好 因為 為了某些人就是不要出門比較好 對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會自發性知道 該做什麼 對 可是你一講了 就不行囉 欸那 那你應該也是三五人喔 那個人類圖裡面的那種 就是 不能被管控的 我不喜歡人家控制我 就像我媽 她每次只好叫我去 欸其實我剛剛就想要講我媽欸 其實 我們對爸媽也會對不對 她每次只要叫我整理房間 我只要 瞬間不想整理 沒有我就已經想好 我今天就是要整理房間 我媽只要講了 你趕快去把你的房間整理一下 瞬間不想整理了 我媽難怪我們會是朋友欸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就是 以前就是大概二十歲出頭的時候 然後我媽就跟我爸 就很喜歡一直問說 欸今天要早點回家喔 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我今天不回家囉 我今天你這樣子講的話 我今天就要晚點回家喔 其實我本來就不會 不會很晚回家 對 可是你為什麼要特別打開跟我講說 欸今天要早點回家喔 我就會說怎麼了 今天怎麼了 然後她就說喔也沒事啊 我就說喔那就沒事啊 可是如果是真的有事的話 我就會早點回家 我就會早點回家 對所以我就問她說怎麼了 那就又沒事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樣會生氣欸 這樣會生氣 對然後後來有一次 因為我們到現在就已經 像我爸媽也已經不想管了 就已經這麼老了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聊到小時候 然後我爸就 我爸就說 我爸說你們真的有病欸 我爸說我們沒關係 叫你們早點回家 什麼什麼反社會人格 然後我爸還問我媽說 你是不是生出什麼 這兩個這種個性的女兒 就是我跟某一飛很奇怪 可是你們爸以前管超厭欸 超厭對 監視器欸 對 他監視幾點回家幾點出門之類的 而且他裝監視器在你們家門口 那時候是小輝輝小時候太愛玩了 對我以前都在你們家門口跟他聊天 其實還回想真的覺得爸媽很辛苦 真的 好 那我們先再看一下 你有沒有還有就是 我看一下網友說 還有讓人家覺得很厭煩的人 有人會說為什麼這麼晚回我有訊息 可是這個你覺得會厭煩嗎 可是如果是在一起的話 然後你三個小時不會訊息 這什麼意思啊 這樣我也會生氣欸 嗯 你會嗎 我會啊 如果是三個小時 你就一個小時 那你覺得 多久的時間是你可以接受的 可是我前男友就是很不喜歡回我訊息 多久 他可能 因為我就會一直傳 喔你會一直傳嗎 欸我我真的覺得我交換的時候非常好欸 以前啊 我現在就不知道 我現在個性有點變 你說你以前一直傳的時候很好 我感覺就說我要出門囉 那我到囉 我要回家囉 你超好的 然後他都不理我 那他會跟你報備嗎 你這樣算是會報備的 他喔 心情好就報備 心情不好就沒報備 喔 他可能就會說喔我在打牌 我覺得我這樣太明顯了欸 他都要 他的朋友來看都是我來罵他 沒關係 那是過去式 對啊 不會很常在那邊罵前男友 沒事 沒有反正他就欠罵 對 他知道我罵他他也不會怎麼樣 欸那你算很好欸 我超好 可是我就是那種會看心情的人 而且我很常會忘記要說 對 可是像我現在我就沒有很喜歡回訊息 又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被前男友打擊太大吧 就覺得反正 就算了 就算了 對啊現在變成我非常討厭回訊息 嗯 還有一個他們說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生氣嗎 這應該男生會很受不了的話欸 欸可是我很會 我也會講這句欸 可是我不會欸 我好像會先直接 欸 我好像不一定我會看事情 有時候我會直接爆發 我比較容易直接爆發 你知道我為什麼我會直接 我也是直接發作 我可能直接哭 他就把他的東西全部都拿出來 拿出來怎樣撒 撒嗎 就是我可能 就直接把他撒在 撒滿他全家 就是證物啊 我就會放著 喔你說抓到的證據 對 喔 我也是欸 然後他就會說 你又在發瘋 你 喔 他很酷喔 然後我只要聽到 就是我不喜歡男生 太兇 你不喜歡男生太兇 有些男生真的很兇欸 可能就是會直接罵女生 髒話那種 你能接受嗎 你說我遇到這種話嗎 我會毀罵 對啊 我一定會毀罵髒話欸 對 而且我後來發現 其實像有些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會覺得 我是一個很不好的人 你們知道 就是因為呢 我的個性就是我不能被罵 我如果被罵 我已經罵回去 而且我之前有跟有一任在一起過 我發現他就是會先 他喜歡 其實我是不喜歡用 髒話罵 罵別人的 可是我後面發現 他都用髒話罵我 之後呢 我就會知道了 以後一吵架的時候 我就先罵他 對 我就先開頭罵他 可是很神奇的事情 他就不會 他就不會罵我欸 真的假的啊 真的對 就是我一定會去找一些方法 就是 克制 克制傷害我的人 嗯 好 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 對我來講是 很幼稚的問題 就是他會問說 工作跟我哪個比較重要 你會問這種問題嗎 我不會 因為我不喜歡男生沒有上金星 對 我會覺得就是 你可不可以就是去忙你的工作就好 對而且我也很忙 我覺得我也有自己的工作 對 對我覺得如果女生 我覺得女生千萬不要 問這種問題 如果今天 就像是我們現在自己都有工作的 女生如果遇到一個男生問我講說 工作跟我比較誰重要 我真的會覺得 那你很 那你的人生在幹嘛 就是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女生也不要 讓自己 變成這樣子 會問這種問題的女生 對 因為他如果不賺錢的話 怎麼養 怎麼養你 或者是怎麼樣 怎麼照顧彼此的生活 對啊 所以我覺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覺得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對男生來講應該也是很很難 就會問說 欸你有發現我哪裡不一樣嗎 可是我也會問欸 就例如說我今天去剪頭髮好了 或是我去染頭髮 或是我今天去做了指甲 或是我去用睫毛 對 你會問嗎 我不會問 可是我會問 因為我會問大家 你會問大家 因為你也知道我就是沒有男朋友 太久了 對 對我也會問大家 欸我哪裡不一樣啊 可是通常好像都不會發現欸 比如說剪頭髮也不會發現 除非你剪非常多 對 因為我最愛問的 他又說喔 你在哪裡 你會問說你在哪裡嗎 會 我也會欸 這很煩嗎 你在幹嘛欸 你在哪裡 可是我覺得這是 不管 跟誰 你在哪會很煩喔 我覺得不會啊 欸你在哪 就你在哪 嗯 呵呵呵 欸沒有這算很煩嗎 我那個欸 可是你在哪裡很正常吧 我也很常 我們也 我也以前很常被問你在哪 你在哪裡 跟你在幹嘛不是一樣嗎 對 還有穿這件好看嗎 這個我也會問欸 這個喔 你會問過 你會問過你男朋友嗎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們這裏文的經驗也太少了 我也覺得 你有問過這個嗎 我可能只會問我的室友 喔喔喔喔 我今天真的太少了啦 欸可是我發現我是那種 很多人有戀愛問題都會跑來跟我講的 可是你不是沒有什麼經驗嗎 對啊 然後就是我很會講 喔你很會講 就很會教人家怎麼做 那都有成功嗎 我也不知道 喔 還有人說很討厭 不喜歡女生問說她是誰 她是誰是什麼意思 就是 喔這個女生是誰 對例如說在一個場合 然後可能看到某個女生 然後會問說欸這是誰 這是誰 這是誰 你會問嗎 例如說她去喝酒好了 然後你看到某個女生 然後就會問說欸這是誰 可是如果是就是 女生很親密的靠上來 就是跟她講話 是你一定會介意她是誰的啊 對 可是我覺得男生就 男生可以就是直接自己介紹 欸她是誰她是我女朋友 這樣我就好了 對 對啊 可是我覺得有些男生就是不會介紹 裝酷吧 裝酷 嗯 其實我覺得 男生 其實我覺得這個寫說 女生最愛問的十大凡人問題 其實我覺得有些男生會問好不好 對不對 就像你在哪裡啊 男生會問說你要不要愛我啊 喔對啊 對不對 嗯 還有你在哪裡 你愛我哪一點 你愛我哪一點是第一名被討厭的欸 原來我真的有犯過這種病欸 而且你知道她的 你知道她的投票率是六萬多欸 剩下都是兩萬多 可是大家都會想知道你愛我哪裡吧 就是在一起久了之後 可能就是會聊天的時候就不是會聊一下嗎 嗯 你會愛上別人嗎 可是這個問題我就不會問欸 因為你 好 你今天問我說你愛上別人嗎 我心裡覺得我會 難道我會跟你說會嗎 呵呵 對啊 很有道理 這種問題沒有 沒有可是我覺得有時候女生問問題 她就只是想要被騙 喔就是想問她說 她就只是想要聽好聽話 就像我跟 你媽這樣 掉到水裡你要救誰 喔對真的欸 對啊 那你有問過你會愛上別人嗎 這個我真的沒有問過 你就不能這樣子問我啊 因為你會先愛上別人嗎 我不是 是 不要問我這種問題 不要問我這種問題 欸你知道我有看到那個 你們 我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知道我昨天在一個地方看到那個 渣女的經典娛錄欸 她說什麼 她說什麼 欸我看一下喔 什麼 我不虛情假意怎麼配你的 朝三暮思 你有聽過這句話嗎 我沒有啊 渣女的娛錄啊 還有什麼那個 我看一下我昨天有 我昨天看到那個我覺得很有趣 她還說 灑網是我的本事 入網是你的榮幸 就是那個 不是因為灑那種網子嗎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渣女 男生都非常喜歡 我也覺得欸 男生都很喜歡 我覺得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狩獵的本能 對 男生喜歡雜女 我也覺得 男生想要征服 她會有一個征服日 我覺得其實女生也有 對 對女生喜歡 征服人的感覺 因為我也有 蛤 可是我還是覺得要看個性欸 嗯 像我就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我會跟那個人打架 就是 欸 我覺得 就是我不喜歡人家來煩我 可是我 我很想要煩人 喔 可是就是你 不要煩我 但是我想煩你 嗯 就是我希望 這男生他是 所以玉琳是小女人 我是欸 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然後我就可能會 買飯給他吃的那一種 喔 很好欸 像我 我可能會喜歡別人買飯給我吃 就你可以買飯給我吃那一種 就是你在工作啊 然後我就是去看你啊 什麼的 幫你做一些有的沒的 是 喔 巨蟹座 巨蟹座蟹 蠻有浪漫情懷的 好我要再分享 渣女語錄 她說 我是愛你的 然後後面有括號一個 但這句話你別放在心上 我是愛你的 此時此刻愛你 我沒有說下一秒愛你喔 對 但這句話你別放在心上 然後所以我想說 這些真的算是一些 渣女的會講的話 還有一個她說 我不是渣女 我只是心懷天下 想每個男 想給每個男孩子幸福而已 我不是還有一句是什麼 我心睡了 然後睡成每一片都分 分給不同的男生 喔 對對對對對 有點忘記原文是怎樣了 可是就類似這樣 對 然後 反正我就覺得說 我昨天就是看到那個 還有 她還有講一個 她說 可憐了舊情人 看不到我的心 欸 就是 就是這些都是那個 大女人講的話 對 可是我昨天看到都會覺得 哇塞 很有趣欸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男女真的算是平 對 最平等的 對 尤其在感情上面 或是任何金錢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說 不太像以前一樣 因為像女生 其實自己的能力都蠻好的 沒錯 然後也不太需要靠男生做些什麼 事情 或是幫忙什麼 所以呢 你看像 浴文這麼的獨立 有男生接種他 接種他 讓他生氣欸 而且最後惹 惹怒他的 沒有其實是我們就是不想麻煩人家 對 嗯 就覺得不用 所以其實像 我覺得剛我們 聊的這一些問題啊 很多就是 男生也會問的問題 我 就是不會說 都是女生 在問的問題而已 我覺得好像還有一些就是 喔 還有一個問題 好像男生也會覺得 很煩 就是 你知不知道自己戳在哪 女生會問男生的 就是你知道 你現在自己戳在哪 你知道哪裡有問題嗎 你有問過這句話嗎 沒有 我覺得浴文人很好欸 因為我 以上都是我可能會講的話 可是我覺得那種是因為 因為你就是交往很久才會問 喔 對 交往太久的時候 才會問說 你知道你自己哪裡有問題嗎 嗯 這感覺完了 我就會聽眾朋友 我就會叫不到男朋友欸 但他覺得我超兇 完全是 曝露自我 哈哈 好啦 但是呢 這一首歌是我選的 我雖然是這樣呢 可是我還是 我選這首歌是 陳小春的相依為命 你們要認真聽歌詞喔 這首歌是我覺得 很浪漫的歌 好 等等回來 欸你都不會問欸 你不會問說 你不知道你自己戳在哪嗎 可是只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那想怎樣啊 哈哈 那很累 他一直問我 而且他的時間還很短暫欸 可是只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交到那麼短 怎麼短 六個月 而且好像三個月都沒有見到面 因為我在台中還高雄 對 所以 他的那個經驗值真的很低欸 對 這樣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穿哪嗎 這些超多都是我很問的欸 沒有 因為我們很少相處啊 而且他其實沒事也不會犯錯啊 就是我只要回來高雄 他就全部都幫我弄好啊 喔 那很好的 就是可能 就可能剝下去 他是暖男 對啊 他就是我就是當一個廢物 我回高雄就度假 嗯 他就是什麼自己去洗衣 做飯 幹嘛的 所以這種之後還是容易變紮納 連洗碗 我怎麼在那邊假老在那邊洗 然後說你可以去客廳做嗎 喔 好啊 那難怪你會愛上他 我來思考一下 有讓我覺得很煩的問題 喔那個啦 還有 我來思考一下 支配男友的收入啦 會管另外一半怎麼花錢 這個好像也會讓男生很煩欸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很煩欸 我也會覺得這個很煩 真的很煩欸 我自己認同我想花不行嗎 對 不過很多男生他有一個機會 他可能就是 可能你知道他有幾個 甚至你認為這就夠朋友 然後你一直跟他講 不要再跟朋友說 喔對 很多男生會說 你不要跟誰誰誰出去 其實男生也會跟女生講 對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例如說我打電動 因為他女生都會沉迷一下 或是要一些東西 但他是覺得說他挺煙的 對 那只是他基本的 就這兩三下 我覺得有一種女生也很煩 就是 會管人家打遊戲的 因為像我就很愛打遊戲 管男生打遊戲 可是那可能是因為 你就是很喜歡打遊戲 那你會管人家打遊戲嗎 就是我會希望你不要 我在高雄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打遊戲 你不要一直物視我 不會帶我出去 喔真的假的啦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打遊戲嗎 我就討厭 沒有 我不喜歡打遊戲 因為我每次打遊戲 都會被罵 然後我只要被罵 我就會覺得很煩 嗯 對我就會一直被罵 一直在旁邊看 然後 然後我又不會打 然後就把我放在旁邊 我要幹嘛 每個月就回高雄幾次而已 不能帶我出去玩嗎 那這樣的話是 對啊 打什麼遊戲啊 就跟遊戲在一起好了 跟我在一起幹嘛 你們知道以前 有一陣子傳說對決 很常讓情侶吵架 因為像我們正在打遊戲的時候 有人打電話來 其實是會馬上把電話掛掉的 像我覺得 要怎麼看傳說對決 一個人真的很愛你的話 他在會戰中 他還會接你電話欸 那是超級真愛 就是 真的 而且還有為你擋刀那種 對就是你一打 然後 你說打架擋刀嗎 就是那個傳說裡面 我以後真的打架 但是我是說 對決裡面 打遊戲把電話掛掉 我知道以前有一陣子很常情侶 因為打遊戲 然後要把電話即時掛掉 然後就會打吵 你看我跟璇恩 超容易因為打遊戲吵架 你說你們兩個嗎 因為每次我回去 我可能要幫他買飯 就是下課回去幫他買飯 他就把電話掛掉 他就說 你剛打了他有輸了啦 白癡喔 對 他會爆炸那種 就是真的是罵你欸 然後我就覺得 我心碎了 你心碎了 女生女生 所以他這個人的經驗 真的是跟朋友還比較多 欸我真的是跟朋友比較多欸 欸姐最後一段是五分嗎 我來進一下 看一下很多 好 那我們剩一 剩三個欸 好 大概六 六七分 所以你 你就是 不舉牌的時候 就是大概有一分鐘 準備說ending 好 那等我一下喔 我思考一下 你好像差不多看過我們 這邊好像都問了 我想一下我自己最討厭的 好 我要說我 我現在就是要說我不喜歡男生的事情 嗯 我不喜歡男生食量很小 什麼啦 就是 那我也要說我不喜歡男生的事情 我不喜歡男生太瘦 好不好 不喜歡男生太瘦 我現在開放幫日文針友好了 不喜歡男生食量太小 不喜歡男生太瘦 食量太小就 對啊我希望他可以幫我吃我的飯 對 而且 因為我覺得 我就已經算是蠻愛吃的人 如果他連吃飯都吃不夠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 欸你會覺得幫你吃你吃不掉的 很浪漫 嗯 是還好 可是我跟你講 講到這個吃不掉的 我有一點我也很介意 就是好 例如說 這個東西呢 好我想到了 我等一下要 我等一下要進電台講 我要講說把我的食物吃光 我會生氣 你會生氣 對 真的很 就把我的食物吃光 我會生氣喔 到底你能不能吃 就是我跟你們 我等一下要講你們 要怎樣才不會讓人家生氣 歡迎回到 飛碟聯播王 滴滴的異想世界 我是滴滴抱姿妹萌姿提 好 來那最後呢 我要來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網友們覺得很不喜歡的行為 第一個就是 支配男友的收入 其實這一點我也不喜歡女生這樣 就是 你有管過男朋友的收入嗎 我沒有啊 就是你想怎麼花你就怎麼花 對我也 我也是這樣 就是因為今天我 即便是我自己 我會覺得我自己賺的錢 就是該你什麼事 對自己賺的錢我想花 為什麼不能花 對我覺得 除非今天是 已經結婚有小孩了 就是因為 可能有小孩的教育費啊之類的 可是如果是一些不好的習慣 就是 如果是拿去做一些不好的習慣 對對對 可是如果是不好的習慣 我可能還是會講 可是我可能還是不會管 你要怎麼花這個錢 但是我會針對不好的習慣 對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或者是 就像我剛講 我覺得如果家庭之後 可能就多多數數還是會討論 要怎麼 怎麼分配錢這一塊 對 還有我覺得有一些 好像很多情侶也會因為打遊戲 而吵架 對不對 對 像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是非常的熱愛打傳說對決 我以前就是有當過這種角色 通常就是因為我知道很多 男生會打傳說對決 然後會掛掉女生打來的電話 其實我真的想跟你們女生朋友 女性同胞說真的不要生氣 因為那一場遊戲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我們真的是很認真在打那場遊戲 有時候你一個電話打來 我準備明明可以殺對方了 我會一個lag 然後我被對方反殺 可是有時候就是重要的事要找你啊 對啦 那我跟你們說我覺得你們可以傳訊息 因為訊息看得到 可是急事就是要打電話啊 好啊對 那你就打兩三通吧 反正我覺得如果 遊戲也可以測試 是不是真的愛你 如果真的愛你的話 他真的會此 那一刻接你的電話 對他也不覺得怎麼樣 然後 或者是他馬上會回播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打遊戲好像也有聽到 很多人會因為打遊戲吵架 然後呢我覺得 身為男生的話 可能 失量 如果像是我自己 就是 失量可能也不能比我小 因為我會覺得說 你今天吃飯都吃不過我了 那 還有什麼事情會 可是搞不好就是 這男生食量很小 但是他吃很多餐 喔 那這樣子也是可以啦 可是很多餐 那不是會很少 少量多餐啊 有些男生真的是這樣 喔 所以可能就是正常食量 可是吃很多餐 喔那這樣子可以啊 嗯 雖然我覺得男生可能也不要太瘦 完全不能接受男生瘦 對 其實我覺得男生真的不要太瘦 男生就是 要有一點就是 肩膀的感覺 嗯 就是有點比較寬寬的 就是不要太窄 我喜歡胖的 你喜歡我知道 對 我覺得 我們都不喜歡太過瘦的男生 對 我們都喜歡胖的 好剛剛講到食物 我覺得 我是一個比較矛盾的人 例如說我不喜歡你食量太小 然後玉文剛問我說 會不會覺得說 男生幫你把食物吃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我覺得很不錯 尤其 像我覺得食量大的男生啊 很適合一起去逛夜市 喔真的欸 因為可以吃很多 對 尤其是像我很喜歡就一次 就是夜市可以吃非常多各式各樣的食物 其實幫你吃你的食物 這就算曖昧了吧 就可能說我就沒吃完 然後你拿去吃 喔對這算是曖昧 可是像我有點口水潔癖的人 欸我也是有一點欸 而且我不喜歡 比如說我也不會想讓人家吃到我的口水 對我也是 欸那你會直接問說 你有什麼 B型肝炎之類的嗎 我不會直接問啊 沒有因為我就不會 我不會主動 除非是我喜歡的男生 不然我不會吃到他的口水 喔對我也是 因為我們都算是有一些 我會覺得有點 口水節有點噁心 對 我也是這樣子 可是喜歡的就沒關係 對啊我現在說的就是已經 可能是交往很久以後之類的 像我覺得 男生如果要幫女朋友吃食物的 把食物吃掉的時候 要注意一件事情 好我就舉例 對或不是 我舉例熱狗包好了 例如說熱狗包是不是很大 那我可能吃兩口 我吃兩口 然後我覺得欸你要不要吃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分享食物 然後呢有男生就會吃吃吃 他就我才只是 我只想要分享給他而已 他就把剩下半條全部吃光欸 然後可能我那時候只是正在忙一件事情 然後我一轉頭 我熱狗包全部被吃光了 我就說 你跟我全部吃光了嗎 然後有些那種指南就會說 蛤對 他說我不知道你還要吃欸 然後那時候 我就會產生非常失落的感覺 我就覺得 那個是我的失落 你就要去買一條不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覺得 那個食物我還要吃欸 所以我希望聽 就是聽眾的男生朋友 我可以當一個 溫 就是暖男一間 好像吃完女生的東西 對 但是像我有遇過有一個男生就是 他是比較 暖男的 他好 例如說我也會分享食物 他一堆跟我 他假如說吃到最後一兩口的時候 他一堆會說欸 你還要吃嗎 對 然後我就說欸我要 可是如果說我給人家 我就不想吃我才會給人家欸 喔 欸 不然就是一口的那一種 可是我可以自己拿回來 對啊 可是有 可是你們這樣 有些男生吃東西很快 就他太太快了 就我可能才一轉頭 我的食物就被吃光了 這時候我就會生氣 那是不是太快囉 對 那就會吃太快了 對 然後 還有我覺得 有一種就是也會讓我感到很失望 可是也是跟食物有關係的 例如說我現在跟這個 例如說 可能另外一半要回家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你可以幫我買麥當勞嗎 我跟你說我就是親身體驗過 有一次 就之前 他好像說他回來 我說好 我說那我想吃麥當勞 你可以幫我買麥當勞 我要吃雞塊餐什麼的 然後他買回來 他竟然買 藥膳排骨湯 是不是有點差太多了 對 然後我也會生氣 對 然後我當下就直接傻眼 我說你有想過 藥膳排骨跟麥當勞 差了有多少嗎 而且那個就是 就是會我真的會生氣耶 而且我會完全不想要吃那個食物 可是很餓耶 沒有我就不吃 我說我沒辦法 我不喜歡吃什麼藥膳排骨湯 我這樣算不算是有公主病的一種嗎 你會這樣嗎 我會 可是我很餓我還是得吃耶 就你還是會 我已經忘記了 可是我會 我不喜歡就是事情跟我計畫好的不一樣 所以我可能會失落完 可是還是得吃 就你還是會吃他 嗯 好吧 OK 謝謝今天 謝謝今天邀請到玉文來跟我分享一下 我們的就是這些 另一半很煩人的問題 其實我們最後一段都是在講男生啦 因為前面都在講女生啊 對 後面就是開始抱怨男生了 對 好 謝謝收聽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上網搜尋 飛碟聯本碗南台灣之聲 呃 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全部的小鈴鐺 然後也可以搜尋我們南台灣之聲的IG UFO1039 可以追蹤我個人的IG帳號 DIDIER.MOU 然後搜尋某字體會有 臉書搜尋某字體也是會有 那玉文的IG帳號是 EVA底線底線0707 單身單身 我也是單身單身 哈哈哈哈 好那最後呢 我要介紹大家這首歌是 周杰倫的告白氣球 那大家下周同一時間見囉 大家掰掰 好那我們線上也結束了 好那我們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掰掰囉 掰掰 請訂閱飛碟聯播網 南台灣之聲FM103.9 記得幫我們開啟全部的小鈴鐺喔 開啟全部的小鈴鐺 開啟全部的小鈴鐺 用這個小鈴鐺 推讓我們來買啟過 看兩聲FM103 開啟全部的小鈴鐺 開啟,開啟